也许吧 吃宝贝也希望是巧合 他从小就和林安心亲 林安心就像家人 又像是他的朋友 他当然是不希望林安心会伤心了 但是他是个男人 除了感性之外 他必须要比他的女人理性地看待问题 反正我查一下 是巧合最好了 如果不是的话 至少要还给安心阿姨一个真相 不管是对是错的 安心阿姨有权利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吃恩恩思索了片刻 就认同了她的话 嗯 那你查吧 不过宝贝啊 在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前 你不能告诉你安心阿姨 提都不能提 知道吗 这件事情说出来 那都是一种伤害 她还是希望是一种巧合 吃宝贝点了点头 沉稳得不像是十二岁 我知道 这时 笔记本电脑叮叮地响了 她目光一下子就撞在了笔记本屏幕上 手指飞快地敲接了两下键盘 就放开了笔记本电脑 抬起头 稚嫩倔强的俊脸略带严肃地看向吃恩恩 查到了 这个人现在就在W市 那在哪呢 吃恩恩凑过去 果然就看到电脑上弹出了好几个弹窗 滚动播放着一个猥琐男人的动态 宝贝 你确定他们是一个人 之前 他给他看的证件照片上的男人 肥胖慈爱 现在监控里的男人 又瘦 身材又狗搂 两个人完全没有一丢丢相似的地方 就好像是 一个是熊 一个是狗 横看竖看 都是两个品种 我确定他们是一个人 我用的是网络系统 是通过人体骨骼来查找人的 就算是一个人的外表再怎么改变 都不可能改变骨头 除非他跑去整容了 他是一个男人 还是一个中年丑男人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所以 百分之百是他 吃宝贝非常的自信 操纵着电脑 把人360度的 对着吃NN旋转了一遍 安心阿姨不是说 他当年离开边城不久 听到那个男人 生过一场大病吗 他以为 那个混蛋已经死了吗 他既然得过癌症之类的病 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奇怪 化疗可不是每个人都扛得住的 扛下来的人多半都要变形了 这个男人和当初证件照上 健康的样子不大一样 很正常 一个人要过十年 一点变化都没有 那才叫奇怪呢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他家女人这么好命 有个宠妻狂魔的老公 还有一个像他这么聪明的儿子 吃宝贝果断地忽略了家里的第四个成员 谁让笨蛋拉低了他们家整体的智商呢 都四岁了 还胖嘟嘟的 看起来就跟一个苹果一样 完全都看不出颜值在哪里 他现在人在罗毛街一带出没 我的网络根据他出没的频率和范围 查到了一个他藏身的地点 我刚刚看了一下 那个地方是四爷爷的产业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是被四爷爷带回去安置在那里的 随时准备着用他来威胁安心阿姨和 吃宝贝眼神阴霾 都不想要再说四尘的名字了 在他看来 一个男人不能够像骑士一样地保护自己的女人 哪怕这个男人在其他方面再成功 那都是一个废物 早知道上一次他就给安心阿姨 介绍一个相亲对象了 他尽管连四尘的名字都不想提 最后还是抿了抿嘴唇 隐忍地吐出了三个字 威胁安心阿姨和司叔叔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长得像熊又像狗的品种啊 哎哟 这种大概也就是传说中的狗熊了 反正横看树看那都不是人就对了 女人 你打算怎么做呀 吃恩恩铭剪了红唇 眼睛透出了一丝冷意 正义永远不会消失 她有时候只是迟到了 吃宝贝挑了挑眉毛 吃恩恩凑到她的身边 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吃宝贝马上表示 嗯 等一下 我把她精确的定位找出来 OK 吃恩恩投一篇 望向了沙发上的男人 明眸明亮地眨了一下 好像是星星掉进了眼睛里一样 靠了过去 丽北角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爱布尔待在这个濒临拆除的小区 快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天气也不好 连续地下雨 房子潮湿阴暗 屋顶上还有渗水的现象 她试图去找过楼上的邻居 但是住在她楼上的人 是一个一米八的大块头肌肉男 蛮不讲理 不止不配合防水 还一把把她给推到地上 摔得她半天回不过神来 遇到这种人 她气愤之余 也只有忍气吞声 又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医生说 她要尽量地待在阳光温暖的地方 不然 她做过手术的地方会痛 最近一个星期 她不只是手术过的伤口 开始隐隐作痛 就连手脚关节 都像是有蚂蚁在啃咬一样的 难受的要命 她咳嗽着从床上爬起来 支撑着身体去倒了一杯水 从柜子上拿出了止痛药 倒了一刻在手上 仰头把药吞下去 整个人就跟得到了缓解一样 灰败的脸色也好看了一点 她刚要拿起手机 与跟她接头的人问一下 她还要像这样继续待在这里多久 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 谁啊 咚咚咚 外面一阵更加激烈的敲门声 谁啊 她奇怪地放下手机 警惕地没有马上去开门 外面还在敲 而且动作比刚才还要大 防盗门被敲得连门板都在震动 看起来摇摇欲坠 埃布尔心里不安了起来 她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可能有熟人找她呀 突然 有人在外面拼命地敲门又不出声 是个人都会害怕 谁啊 你不说话 我是不会开门的 她的话音刚落 外面的人仿佛是失去了耐性 开始猛地撞击起了门锁 不知道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 她浑身吓得发抖 嘴唇都哆嗦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砰的一声 她就被撞开了 十几个穿着制服 持枪的警察冲了进来 为首的警察 面无表情地走在她的面前 你是不是埃布尔 外国人 你们是谁 为首的警察迅速地拿出了证件 在她的眼前一晃 速度快地 都看不清楚她手里的证件上写的是什么 就听到她用平缓的声音 说 国际警察 你涉嫌猥亵幼女 我们需要依法引渡你回国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瘦得狗搂的男人浑身一震 脸刷得就白了 她猛地往后退了一步 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一面用惊恐的眼神望着眼前的警察 一面拼命地狡辩 我没有 你们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们说的人 我没有做过你们说的事 自知己死纪的窗盾 你真的正好快地 我下回来 我就得请 apps 感谢观看